婚礼将至,南方的父母还曾炫耀过丁宁的身份 知情人士透露了,南方配不上丁宁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众所周知,即使退役后 国乒大满贯选手丁宁依然是球迷关注的对象 北京时间是2月28日 丁宁与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在北京三里屯逛街的照片上了热搜榜 这也让丁宁的现状彻底暴露 此前,在2019年丁宁上节目的时候 就曾被网友催婚 当时的丁宁说,因为训练比较忙 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催他 但最后还是要看缘分和个人感觉 这话说的没错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恋爱过的人来说 想要摆脱单身,只能看缘分 如今,丁宁的白马王子终于来了 他也即将迎来了自己的幸福 为此,粉丝们也纷纷为丁宁送上了祝福 很多粉丝都去丁宁的社交媒体上 询问其男友的身份 如果人们一直关注他 就会有媒体曝光 北京时间是2月30日 一个关于丁宁更大的瓜来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丁宁和南方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没有曝光过 现如今,两人已经到了结婚的阶段 据报道,丁宁和南方将在春节后举行婚礼 届时,王楠,张宁宁等体育明星将出席 这速度有点惊人啊 刚刚得到丁宁恋爱的消息 他这就要结婚了 而且婚期将至 婚期越近 粉丝对丁宁的未婚夫越好奇 但是,从内部人士口中得到的消息 粉丝们似乎充满了担忧 知情人透露 他知道这些事情 是因为在丁宁和南方关系没有公布的时候 南方父母经常在晚宴上 炫耀自己的儿子找到了一位世界冠军 这种情况也让许多粉丝担忧 因为,在丁宁还没有计划宣布此事 以及两人的关系还没有最终确定的时候 他就被南方的父母到处炫耀 怕这样一来 会为他们以后的关系埋下隐患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知情人没有指出丁宁男朋友的具体身份 但他说丁宁的男朋友配不上丁宁 由此可见,丁宁男友的身份 并不像王楠以及张宁宁的另一半 那么突出耀眼 不过,身份的差距并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丁宁自己喜欢就好 作为粉丝以及球迷的我们 只能在屏幕后面默默祝福丁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